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南非的火山联系在一起 很久之前地球内部的岩漿从那里的火山中心通道中逃脱出来 经历无数个世纪之后 这种岩漿遭受了极高的压力 越来越多的矿层压在了它的顶部 实际上就是这种压力将岩漿压缩成为非常坚固和高价的钻石 梅是古代植物埋藏在地下经历了复杂的生物化学变化 逐渐形成的固体可燃性矿物 在很久以前 梅最初是以一种泥滩的形态沉积的 但是在地底深处埋藏和地底增高的温度 导致了物理和化学的变化而生成了梅 因此 梅和钻石两者确实都含有碳 亦都在一个非常高的压力下形成的 但是它们是完全不同的物体 而且梅实在太不顺了 即使亦有惊人的压力施加于它之上 亦都无法形成完美的钻石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